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站里面就有定义了 就是他们认为1到100奈米这样一个范围 是比较适合来当作是一个奈米科技的范围 因为太大了它可能跟微米的性质比较接近 太小了又是属于量子力学的那个部分 所以他们就定义奈米科技就是在玩1到100奈米之间的一个科技 所以为什么台湾说1到100奈米是我们的奈米科技的范围 你看 所以奈米不能吃 奈米不是米所以不能吃 可是奈米化的食物可以吃吗 答案是不一定 回答我上课的同学 不一定答对的机率几乎90% 因为我都很喜欢大家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为什么我们就说奈米化的东西不一定可以吃 对太棒了 这东西很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世界各国尤其像欧洲 那个欧盟 他们有一个那个食品安全局 他们在定义奈米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的时候 他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本来就存在自然界的东西 比如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食物里面本来就有葡萄糖嘛 对不对 有这些那个蛋白质或者是氨基酸啊 那这些本来就存在自然界的东西 对人类是没有危害的 可是如果说你是从人工的方式 比如说在实验室里面我去合成一个奈米金啊 或者做一个奈米银 这种人工化的奈米物质 其实是有危害的 所谓的危害不是说他真的有毒 是说他们觉得可能有危害 你必须要去证明他是安全的 你才可以添加在视频里面 所以当然是不一定